看一下我们家的小熊 都长大了好多 这个屋子住的满满的 还有好多小熊住在厕所里 那边还有一只 很显然他们的房子不够住 这边的熊太多 我们现在去楼上坐一个 我打算把这块木头锯一段下来 用我这个超级无敌大锯子 锯了半天没锯开 这个锯子不给力 这么大的锯子居然都锯不开这个树 看样子我还得用手来锯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锯掉了 这个树木是有点裂开的 爸爸又好熟悉了 拿这个再固定一下吧 下面开口 拿这个挖洞啊 这个垫消息 我看到那边的光儿 我会看到很熟悉 CINGABONE ESAVT ESAVT N I 都是 那麼多的軍事呢 最後,讓他們看一些 一下,個海浜堂 地風刀其 HISTrans 她們在jen 有重要的陷阻 我們下往 自己 administrating 飞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总算把这个树装屋给做好了 我们就给它放到这边吧 尺寸没估好太高了啊 上一层是放不下了 我下回再重做吧 这边是他们的洞口啊 然后这边是做了几个窗啊 这个窗的话是可以透气的 如果没有这个孔的话 里面可能会比较懵啊 如果做了这种小窗的话 会比较透气一些啊 我们抓一只进去试住一下啊 抓一只它吧 进去吧 它还要为你能抓 进去了 进去以后它应该会觉得 这个房子还不错啊 再抓一只小可爱进去试住一下 抓住啊进去试住一下 两只熊 它不肯定 这个房子挺宽敞的 住个五六只都没问题啊 里面是很宽敞的 看有一只小熊在啃什么 啃我那个树皮了 我这个树是比较香的 这个是 李子树啊 这属于是一种果树 是可以给它磨牙的 看看整体啊 改天再做几个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